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盟主 你身为武林盟主却放了杀人凶犯 日后怎么向武林人士交代 傅宏雪为父报仇 不算是杀人凶手 我义兄惨死 你们纵放凶手二十几年 那又怎么向我和傅宏雪交代 向盟天 你别以为强死多灵就可以堵天下悠悠之口 死的不是你的亲人 你怎么知道这其中的痛苦啊 杨长风就是我的亲人 他遭受残杀 我不能再看到他的儿子 死得不明不白 向盟主真是侠骨柔常啊 对一兄一姑如此爱护 这也是人之常情 无可厚非 只是向盟主是武林盟主 做了此事 恐怕日后就不再适合做盟主之位了 少林寺持场江湖几百年 才应该是武林的泰山北斗 如果果界方丈 对武林盟主这个尊号有兴趣的话 向某 双手奉上 罪过 罪过 老那本佛门之人 岂能贪恋这全世名利 向盟主 你任武林盟主二十余载 为江湖做了不少贡献 贫尼由衷地赶佩 可是 傅鸿雪滥杀无辜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了了吧 你们不是要到我侠客山庄 开什么铲雪大会吗 各位英雄 有我向某在 谁要杀害傅鸿雪 或对武林盟主之位有兴趣的话 向某随时候将